這樣可以嗎? 做的可以嗎? 好早上有大家EPA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個MeshUp 就是在想說 下一代的hack folder可以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大概 試試大概釐清一下現在遇到的問題 我們用這個講 就是 那現在問題大概就是說 hack folder的 backend是一個 Centralized的地方 那可能是EtherCal不太穩定 或者是這個Google Doc雖然是 算穩定但是要設定這些電器呈現 是有點麻煩的 好那 那 那那個 講大聲一點 那那個 那我們還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hack folder 剛剛提到 EtherCal或者是Google Doc 兩個Backhand 它的 這個全線控管是 等於是完全 就是說兩個極端 一個就是沒有控管 就是隨便大家都可以改 那這樣很快就會爛掉 或者是 有人不小心 或是故意把它改壞 好那但是 除了大的話 雖然是可以設定的 可是 是 還蠻麻煩的 你必須設定 就是 到底哪些人可以編輯 等等的 所以 就是說 好像沒有一個簡便的方法 可以像我們這麼快的集結 但是又 稍微可以 預防說 比較應該壞 好現在 這個過程就是蠻不好用的 好 所以現在要想像的這個做法 大概就是說 一個比較 Dessentialized的Store 那不一定用IPFS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 但是大概聊了一輪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編輯權限 跟怎麼樣讓 contributor 可以像現在 不受控管的 很快可以貢獻 然後被 合併進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怎麼樣會有一個 比較 直覺的這個 contribution flow 就是 我可能直接在現在hacker上面加 然後他就自動變成一個 pool request的概念 那甚至不用知道 pool request的概念 就是說 我已經送了這個 新的 我覺得適合的連結 等等 好 那所以大概就 Sketch了一下 就是分成幾種 幾種人 就是 我可以把它弄更 不行 好 那就是 owner就是說 這個文件的這個 一開始的開的人 譬如說這個松的坑主 或者是說 有一個什麼樣大的事件的時候 開的人 他就是要create一個新的 給大家來聚集 這邊資訊的地方 那他可以 可以讓有一些人變成editor 那這個editor 他就可以去 實際改這個name 好 那 其他的人contributor 他就可以propose change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在這個 就是 譬如說這個是 大松的head folder 去加一個 新的連結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直接在這個上面 可以加的動作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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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快速到 就是我大概做一點的 Technical的 Breakdown 就是 好像可以先用這個 Kithub直接做一個 POC的 Backhand 也就是說 我 目前來講 Hackware的Backhand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csd檔 就是說有哪些連結 然後你的說明跟一些tag等等 非常的單純 那 目前改的方法 就是透過這個 EtherCode 或者是這個 Goal spreadsheet 好 所以現在想就是說 怎麼樣做一個 譬如說append-only-log 的方式 去 讓這些 pool request 就是這些contributor 都可以把 這個 他想要改的東西 放上來 然後Editor有權限的 就把它merge起來 那事實上 這個 permission flow 已經在Github上面 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想說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 POC 就是 反正就把 Github當作Backhand 然後我們的 frontend 可能用這個 JavaScript去 如果它有Github token的話 變成一個真的pool request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simulate 變成 就是模擬一個pool request 所以可能有一個 server去 創建這些 這些 就是 從可能匿名的人 空間來的pool request 但是整個flow 還是進到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Github的flow上面去 所以大概 簡單做了一些 breakdown 所以下一步就是可能 如果 如果 那個 general上面其實 LY跟這個 字號 其實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下一步可以看 可能 第一步可能是先做一個 這個 目前headfolder replacement 然後用這個 就簡單用一個 Github上面的一個檔案 就是直接把它畫出來 好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 開始動作看 好 那下一步才會是就是說 更 resilient的network 就是說這個東西怎麼publish到 不管是IPVFS 或是其他的 更分散的方式上面 但是我想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是 這個editor flow 是怎麼樣 是有效 而且可以 讓更多人貢獻 但是還是保有一個 editor proof的 的做法 好 就這樣 謝謝